大家好,欢迎来到语文老师的频道 最近,某社交平台上 晒中国护照又掀起了一论热议 网友晒中国护照并配文 中国护照含金量高 国家可以把你从任何地方带回中国 自己在编减量护照的时候感觉非常骄傲 评论区基本成了段子去 有人说,含金量确实挺高的 几个签证下来,护照就值几千块了 还有人说,浴室找吴京 大使馆的电话是永远打不通的 段子手们甚至写了打油诗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加利福尼亚 一些网友指出,中国对许多地区免签 但中国护照可以免签的地区却很少 谈什么含金量 这样的评论下面就一定会有质疑的声音 什么时候开始,爱国也是丢脸的事情了吗 还有人质疑,这个年代恨国都成了先进潮流了 今天我举这个现象,不是想谈爱不爱国的话题 而是想从社交媒体评论区常见的骂战出发 思考一下,为什么许多中国人讲话 没有逻辑,或者说存在一种中国式的神逻辑呢 比如,客观的护照含金量 是说民众拿到手后,在全球流动具备便利性 畅通无阻 在其他国家可以有安全保障 遇到问题可以解决等 逃出段子类回复 许多网友陈述了含金量低的客观事实 例如,免签国家少 办签证,费时费地费钱 到了海外中国大使馆并不帮忙解决问题等 因为描述的课题是中国护照 而被许多人攻击,不爱国 扣上恨国的帽子 这是典型的 我聊客观事实,你扯主观感情 马芳曾有一番话 很适合用在今天这期节目的开篇 中国的逻辑学是只管态度,不管事实 只问动机,不管是非 只问亲书,不管道理 你开日本车穿耐克 我就指责你不爱国 你想用道理说服对方,对方用情绪 你解释事实,对方亮出立场 你想告诉对方是非 对方说你动机不纯 王小波说,文明只对文明管用 逻辑也是如此 逻辑只对逻辑管用 对相信逻辑的人管用 因为不相信逻辑的人 思维方式本身也是一种神逻辑 打败魔法的只能是魔法 回归正题,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学习逻辑重要吗? 为什么中国教育不教逻辑呢? 中国政府是否鼓励普通人学习逻辑? 中国式的逻辑或者说中国推崇的辩证法 是什么样的? 我们从教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 深入分析逻辑思维 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以及在某些环境下可能会受到的限制 我们现在聊聊何为逻辑 逻辑也叫推理 是有效推论或正确推论的研究 掌握逻辑就能有效的正确的去做推理 用严谨的规则帮我们组织信息和知识 得到一个相对可靠的结论 传统上,逻辑是哲学的分支 和文法修辞一起被称为古典三艺 19世纪中叶以后 形式逻辑作为被研究的数学基础 经常被称为符号逻辑 随着形式逻辑的逐渐扩张 研究不再局限于基础一体 各个数学领域合称为数理逻辑 在计算机的逻辑应用 变成了计算机科学的基础 1974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逻辑学 列在了知识总论下 七大基础学科的第二位 1977年版的英国大百科全书 更是把逻辑学列为知识的五大学科之首 这些都表明逻辑的重要性 那么,逻辑是很重要的 国际社会也是如此重视逻辑 为什么中国却不教逻辑呢 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逻辑学是一个学科 其实,在70年代时 中国是教授逻辑的 80年代后,逻辑学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为什么退出呢 说白了,是统治需要,革命需要 把逻辑批评为行而上学 逻辑思维要求思考,质疑,反对 都是体制下不能存在的 民众要做的就是相信,盲从 一旦民众学会了逻辑 就会开始质疑 为什么政权是这个 来源是什么,合法吗 现在的政策合理吗 然后你就发现了 人民民主专政 工人阶级领导 这些写入宪法的东西 怎么和现实是对不上的呢 17年的修宪有理有据吗 能自圆其说吗 这样推敲下去 你将会发现不必还 和自相矛盾的事件比比皆是 所以统治需要愚民 除了不想让你质疑和反对 不交逻辑还可以轻松煽动 对立情绪 比如上文提到的 我觉得日本的设计具有巧思 就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 我觉得中国哪些地方不好 就被骂卖国贼 思辨能力不足 会导致思考表面化 情绪化 偏激 对立 盲从 甘心被奴役 这也是对统治有好处的 所以 不交逻辑是统治的需要 文化的原因也值得聊一聊 我们从中国式辩证法 传统教育习惯和语言学的视角分析 首先 我们聊一聊辩证法与逻辑的关系 本文中提及的逻辑 都是说形式逻辑 也叫规范逻辑 其中的演绎法 归纳法 不断发展 成为了有效科学推论的基础 整个科学领域 都是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 而辩证逻辑 辩证法 这种规范后的哲学 带有高位发言 低位近言的色彩 而自然科学 是建立在描述性的基础上 遵循客观规律 不带主观意见 就是因为形式逻辑 对客观世界进行了更精确的抽象 才成就了今天的科学大厦 这也是它高于辩证法的地方 辩证法呢 在古希腊兴起 用于学者辩论 用对话的形式 不断提问 质疑 揭露对方自相矛盾 来取得辩论胜利 那个时候还没有系统的逻辑工具 辩证法有利于提升人们的认知 但这种方式并不严谨 只能用于解释事件 无法精确论证或定义真理 无法增进知识 且无创造性 黑格尔对辩证逻辑的规范 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直到今天 也未得到逻辑学的认定 作为工具 对实证科学的研究毫无价值 我们可以认为辩证逻辑并非逻辑 是逻辑和哲学两个学科的交叉领域 那辩证法是如何破坏人们的思想 维护专制的呢 辩证法在中国的地位极高 那是因为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思想不谋而合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对明家有这样的描述 从逻辑上讲 中国古代哲学的明与实的对立 很像西方的主词与课词的对立 例如 这是桌子 苏格拉底是人 这与苏格拉底都是实 桌子与人都是明 明家在古代以变者闻名 有个吕氏春秋的故事 非常生动地描述了明家不中实而中明 有个地方发大水淹死了一个妇人 失手被人打捞走了 富人的家属要赎回失手 捞尸的人要求一大笔钱 富人的家属于是找到邓熙寻求解决方法 邓熙说 别急 他不卖你还能卖给谁呢 捞尸底的人等了很久也等着急了 去找邓熙 邓熙说 他不找你买找谁买呢 他们都强调了明的绝对性和实的相对性 回到这是桌子 这是可变的 是有生有灭的 但桌子这个抽象的范畴 及名称是永恒的 传统的中式哲学无不充斥着辩证法的影子 庄子和春秋提到名家领袖公孙龙 他说自己 合同意 离间白 然不然 可不可 困百家之之 穷众口之变 这意思适用于全部名家 先是提怪论 别人来否定 我偏要肯定 别人肯定 我就偏要否定 我愿意和别人辩论 中国的名家们 老子 孔子 庄子 都是辩证思维 周易 吕诗春秋等 也都是辩证思想 比如 物极必反 福获相依 赛风施马 燕之非福 这些都有极强的解释作用 但是这种辩证思维 在预测和推断上 根本站不住脚 你并不知道物极到什么程度必反 也不知道怎样才算反 反多少 这类的阴阳二分法 也导致了当今的二元论盛行 辩证法常用的方式 就是以偏概全 以权概偏和二元论 以偏概全就是说 一个集合里 一部分人具备这个特点 我就认为 所有人都具备了这个特点 比如说 有人说南方人擅长做生意 这句话并不描述 所有南方人都精通商业 有人说 北方人爱吃面食 这也不代表 每一个北方人都爱吃面食 总有喜欢吃其他主食的例子 二元论是说 我们在评价或者描述事物的时候 习惯了用是非对错 好人坏人 黑白善恶 非敌己有 这种一分为二的方式认知世界 而忽略了事物的多面性 用文学作品来解释 我们觉得一个好的文学作品 人物的刻画一定是丰富 且具有层次的 如果有无缘有的善 和无缘有的恶 我们也通常会认为 是作者有意在刻画 一个人的两面对照 使用两个人物 来刻画一个相同的人 文学赏息 我们都知道事物是具有多面性的 但是落在生活中 很多人却习惯了 用二元论的方式评价事件 用敌方 友方 大颗粒度地看待国际关系 比如 美国日本是敌人 俄罗斯巴基斯坦是朋友 但这里面的复杂关系 是可以被敌友划分的吗 政府习惯利用舆论引导民众情绪 日本南京大都杀 人尽皆知 俄罗斯杀了多少中国人 绝口不提 把危险的民粹思想输入给国民 这种对立也造成了9月18日的悲剧 一个有日本血统的十岁男童 在深圳被当街刺杀 虽然杀人的原因还没有定论 但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因为仇日情绪 虽然古希腊也有辩证法 但是后面衍生出了形式逻辑 保障了人们可以在确定性中思考 而中国缺少这部分形式逻辑的教育 导致了大部分人的讨论 成为了辩论法的诡辩 充斥着抬杠 想赢 而不是理性讨论 辩证法在中文圈也被滥用严重 很多人认为形式逻辑是片面的 静止的 而辩证逻辑更高级 可以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更加全面 但实际上 辩证逻辑是举着一分为二的棋子 不控制任何变量 混淆条件 侃侃而谈 只要一分为二 就可以在抬杠里立于不败之地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好的一面 和坏的一面 好的可以变坏 这也是我们后文会提到的 评判标准 衡量标准相对化 不给出细节分析 实质上 是一种思维惰性 也是弹性十足 有了中国名家打底 西方名家 苏格拉底 黑格尔 马克思加持 辩证法在中国 始终立于高位 辩证法也可以作为统治需要的工具 极权肯定无法容下理性逻辑 那辩证法就提供了这一弹性空间 辩证法可以把万物衡量的标准相对化 怎么说都行得通 都看似有理 辩证法不仅能够轻而易举地反驳任何观点 还能极为轻易地为观点找到根据 因为渔民不会去问客观标准 渔民学习和信仰的 都是诡辩的辩证思维 总的来说 辩证法对科学进步无用 对方法论无用 适用于批判 对于个体而言 可以反思思维里的矛盾 可以提高自我认知 构建世界观 但批判之一他人 就是一种诡辩 用于辩解和渔民 作为政治工具 更是可怕 说完文化原因的辩证法 我们思考一下 历史上最早的传统教育习惯 背诵 先背诵而后思考 自还不认识 要先背个几百首诗 许多个历史故事 在脑子里输入大量 掌权者认为正确的历史事件 和历史反例 因为哪怕不深度思考 在遇到新问题时 借前人经验 也可以解决问题 背结论是传统教育 认为最高效的方式 在当时 背诵教育 还不完全算是渔民政策 那为什么传统教育 不教逻辑不是渔民 现在不教逻辑 就是渔民 是统治手段呢 这是因为 现在的知识灌输出了问题 从小的教育 会灌输给孩子 哪些是好的坏的 对的错的 简单粗暴 而为什么这样是对的 都没有展开 浅尝者指 大部分人习惯了被谓结论 根本没有寻求答案的好奇心 统治阶级把大量 已经证明的不可行的 或统治阶级 根本不相信的东西 为给百姓 要民众背诵自相矛盾的信息 掌控媒体 用各种手段封杀真相 禁止质疑 从这个视角看 在接收了错误的信息的前提下去思考 也会和推理的结论背道而驰 但逻辑 至少可以帮助在错误信息的前提下去发现问题 第三点文化原因 我们聊一下中文 因为语言的不同 中文逻辑和英文 法语等语言的逻辑区别很大 中文是总结性语言 且可解释的空间极多 一句话可以因为主体、对象、所处环境不同 被解读出诸多意思 但英文、法语 这些是说明性语言 相对没有那么依赖语境 有处理合同文书经验的听众应该会了解 大部分的协议条款 除了中文版本外 会有英文版本 更严苛的情况是要用法文版本 当遇到中文解释说明困难时 一般会依照英文版本 还不行的会用法文版本 法语因为其语言严谨的优势 成为国际上重要的法律条文 或政策协议的书写语言 联合国将英文定为第一发言语言 法语则是第一书写语言 那总结性语言导致的后果 就是中国人很爱提出概念 不解析 概念的定义抽象且模糊 例如先秦时期的古籍 春秋末期思想家老子的著作《道德经》 作为万经之王 被认为是治国奇家修身的宝典 阅读这类书籍的门槛就极高 我们不是说《道德经》好与不好 只是讨论一下概念 比如《道可道非常道》 那什么是道 第一个道和第二个道有什么区别 注释是作者本人真正传达的意思吗 还是后人的理解呢 那他的理解是对的吗 如果把它看作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东西 那就意味着它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那围绕不明确的定义 展开的讨论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回到用中文书写的政治语言上 我们就会发现 政策里经常会有一些概念 模糊的口号性质的文字 但是当你试图用某种政策 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他们会说解释权在他们手里 没有明确的概念 和这个概念相关的结论就是悖论 概念的解释可以随时修改调整 你认为做了没问题的事情 可能变成有问题 你认为应该享受的福利 可能就会把你排除在外 每当对概念进行深究 大部分人会觉得你咬文嚼字 较真儿 侵略性强 这种提概念 让概念模糊 无人深究的问题 也导致了大量群众 被抽象的口号煽动 认为自己面对的问题 就是要以大局优先口号中的大局 例如自己被企业裁员失业 是大局 自己买房遇到房价暴跌 是大局 在大锤没沦向自己的时候 认为这些都会被口号里 那个模糊的概念解决 被政策解决 认为口号喊了 不会不管你 对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这样模糊的表述追捧 又有多少人可以分辨 好日子说的是什么 好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 没人深究 当定义和衡量标准 都是模糊的 模棱两可的 又如何能得出 站得住脚的结论呢 但是模糊定义和衡量标准 一定是对统治有利的 因为总有一种解释 可以用来向利于统治的方向倾斜 在论述中国不教逻辑 是因为统治的需要和文化原因时 我们已经列举了 很多中国人逻辑上的常见问题 接下来 我们再从无意识 诉诸权威和错误推理 三个方面 来聊一聊中国人逻辑的常见问题 首先呢 也是最根本的 因为没有培养逻辑学的环境和土壤 普通人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逻辑问题 举几个我在青少年时期经常会遇到的场景 因为当时缺乏基础的逻辑认识 很多时候的辩论 都是以自身利益出发 粉饰一些理由 比如青春期谈恋爱 无论对错或原因 都用你不爱我了 这种情绪去压制对方 父母的某些行为 当你开始质疑的时候 都会变成经典的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 我可都是为了你好 当你详细追问老师 这个题的逻辑是什么 就会被堂塞 背下来就行 考试会考 这种教育环境和社会氛围 导致着大部分人思维麻痹 在有了国外学习经历后 很多人就会开始意识到 自己没有批判性思维 对事物的看法是二元论的 非黑即白的 也无法从多角度 给出完整的有逻辑的看法 学习逻辑就成了 自我成长道路上 一个非常需要功课的问题 比起国内教育 国外的课程设计 针对逻辑的培养 是相对重视的 在语言学习 和社会学习的相关课程中 都会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比如政府是怎么运作的 对某些历史的看法 实事的思考 电影或者名著的洞见 大家在一起公开讨论 在每个人都可以 发表观点的氛围中 锻炼逻辑思维 相识逻辑除了无法自我察觉 另一个典型的特征 就是爱好输出权威 比如说 人家是银行的 不比你懂经济 人家是专家医生 不比你懂该买什么药 输出权威的人 会把权威的意见 视作真理 对在某一个领域级别比你高的人 进行盲从 比如领导位置比你高 说的就一定比你正确 哪怕你摆客观事实去作证 他也不会相信 也不会思考 只会用 他难道不比你懂得多 他做到这个位置上 不比你有能力 来把你顶回来 用乍一听 很有逻辑 但实际上毫无逻辑的方式来回击 正常的逻辑思维不应该是 这个领导曾经制作过某某方案 他是学习某类理论的人 成功把业务带上了一个 什么什么样的台阶 而不是他是老板 所以他比我懂 对应在政治上 人家是国家主席 不比你懂得怎么制定政策 对应在职场上 国内的一言堂企业 很受员工追捧 很多员工甚至期望 不参与任何决策 做一个不动脑子的机器 就个人观察 诉诸权威这种没逻辑的逻辑 在中国社会成风 恶果就是国内的任何宣传手段 都爱造神 造权威 用权威 专家 资深 来包装专业形象 夸大事实 误导民众 下面我们来聊聊错误推理 前段时间看一个 采访类频道的移民故事节目 里面有一个例子 很适合描述错误推理 一名母亲带孩子移民加拿大 聊到对加拿大哪些地方满意 哪些地方不满意的话题时 这位母亲说道 加拿大社会支持同性恋 青少年书籍里 有关于男同性恋 恋爱的漫画等 这会对孩子的性举向 有错误的影响 认为是社会在提倡同性恋 这个事情就存在着一个错误推理 一个国家的多元观点 不反对同性恋 和提倡同性恋是两回事 支持和提倡也是两码事 政府包容各类人群 并不代表政府引导所有人 都去尝试同性恋 再比如使用类比推理 常见话术是 别人行你怎么不行 这种话术在注重集体主义 丧失个体意识培养的国家 非常常见 例如饭局 大家都喝怎么就你不喝 在家庭教育中 别人都能考高分 你怎么考不到 这类的类比推理者 往往都忽略了个体具备差异性 一个事件的达成 具备偶然性 别人都能干到70退休 怎么你不行 如果我是一个搬运工 我能干到70吗 大家工种不一样啊 如果我在大厂 可能都干不过35 再例如 一个八重拍不响 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认为一个事件的发生 必然相关方都有责任 这种论调 也是一样的忽略了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 以及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差异性 通过这样的类比推理 得到的结论 十分荒谬 今天的影片讲述了逻辑思维 中国为什么不教逻辑的 统治需要 辩证法 和传统教育习惯 中文逻辑等文化原因 并列举了一些 无逻辑意识 诉诸权威 和错误推理的例子 那么 这种情况要如何改善呢 我觉得还是要从教育入手 在下一代的教育上 要重视逻辑思维的培养 那日常如何改变 缺乏逻辑的情况呢 一个是要先有意识 才能改变 不然 你把别人诡辩到 别人不想跟你争辩的时候 同时刻意地去培养和训练 自己的逻辑思维 多追问为什么 对该深究的定义深究 警惕影片上列举的常见错误 例如辩证法和二元论陷阱 是不是陷入思维惰性 所以讨论的时候 用诉诸权威的方式响应 思考一下每个观点 背后的逻辑和原因 同时 也大胆发生自己的观点 尽自我可能地改变社交媒体 遍地缺乏逻辑的现状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逻辑学感兴趣 或者也想分享你的经历 请留言告诉我们吧 感谢收看 记得订阅频道哦 拜拜